从首部的太阳 人形 齿形等纹身组合就可以了解家族历史 在台湾南部山区 当地排湾老人依旧保有着这样传统的首纹 近日 中心设计者来到台湾屏东县嘉兴村 用镜头记录下台湾少数民族台湾人的文样故事 对台湾族而言 首纹是一个呈现社会接续 社会接续伦理 它从一个核心 从一个王家渐渐渐渐外扩的那样的一个亲属的关系的记号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从这个王家 从这个传统领袖的家 这是第几世的子生 从这个图案可以看得见 邱潇凤介绍 传统上台湾人会在女子的首部和男子的躯干部分纹上特殊图样 以展示纹身人所属的社会接续 邱潇凤说 观察排湾人的首部纹身 首先要看大拇指 大拇指上的文样信息可以透露出纹身人的身份 位阶 与部落首领血缘上的远近关系 太阳文就表示它还是五代以内的亲等 然后人形图代表它对人民的管理权 太阳文代表它是太阳的孩子 就是一种社会位阶 有什么比太阳更高的呢 所以它用那个太阳来表达它的高位阶 同时 在排湾老妇人的首闻上还体现着族人生存环境 住在部落位置等诸多细节内容 此行文来代表部落 那我们耕的田也是像梯田一样的 你远远的看 是一阶一阶的 那所以它就用这个图案代表传统领域 它的生活的环境 还有它住在的部落 那那个像波浪一样的图文就代表 它有时使用河流的权利 那也就是它拥有河流 拥有山川 邱潇凤说 首闻对排湾人来说很特殊 这相当于一个带着走的族谱 他介绍 对于没有文字的排湾人而言 首闻不单是一种图案 更是一个家族的故事 为此 邱潇凤在工作之余 致力于传播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他有呼吁台湾少数民族的年轻人 要记住自己的跟在哪里 飘得再远 也要记住回家的路 很多的文化是应当被保存的 它不应该在历史当中消失 这是人类文化文明的眼镜 这是资产之一 所以我只是想提醒很多 跟我一样是少数民族的孩子 记得那个回家的路 记得要把自己的部落的文化给发现出来 我们不能让台湾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缺业 据了解 台湾屏东县嘉兴村中 保有首部纹身图案的排湾老人 仅有三位依然在世 而据学者调言 目前全台湾排湾人和卢凯人当中 有首部纹身的老人仅存17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